國民黨當然是現在如果沒有提名人的話 當然會可能會跟民眾黨合作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不可能跟民進黨合作 而且他總要推一個人出來跟民進黨拼K 所以他們現在當初就在秀秀位到說 在縣市長這個選舉裡面 會不會沒有沒有推人出來 不過我覺得柯文哲想太多了 一元可能有可能 那縣市長的話 你想門都沒有 好那今天講說 他們我覺得柯文哲的科學真的很好笑 他今天就告訴你說 他們民眾黨的滿意度有沒有最高 他是34.2 雖然沒有很高 就是34.2 最低的 三黨裡面最低的 可是他們是CP值最高的GO股 對 因為他們立委只有八個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柯文哲的科學 真的是笑死人你知道嗎 如果你說你的滿意度CP值最高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的不滿意度也是最高 你才八個人 他就告訴你我們看滿意度就好了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哪有這回事 我就跟你講說今天這個滿意度 不滿意度很簡單 他就是一個印象分數對不對 滿意度最高最高就是最高 不滿意度最高也是最高 這個沒有什麼好好好那麼講的 還要用硬要用一個科學去解釋 數學去解釋 解釋不通嘛 亂七八糟而已 對 就是剛好都被他只有八個人 這這個分母很小 所以他除出來的數值比較高而已 就這樣而已 那代表什麼一點也沒有意思啊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他今天我一直在強調說 其實黃國昌跟柯文哲之間 他的心結或者一些矛盾 以後一定會慢慢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今天這個節目 最早的這個節目 周五不震驚這個有沒有 他第一次專訪就專訪黃國昌跟那個黃珊珊 這兩個就告訴你說現在你走到哪裡的時候 黃國昌在旁邊一定要有黃珊珊 像那天他出來接受專訪也是黃珊珊 不僅這樣還有人要監督你 而且你走到哪裡旁邊一定不是黃珊珊就是柯文哲 你不能獨佔頭對不對 而且你看黃國昌講的話 你也覺得主持人剛剛一直在強調嘛 我二零二六要找一個人 二零二八要找一個人來操盤對不對 要有合適的人來讓我操盤 他為什麼不講柯文哲 對啊 你直接說你今天如果挺民眾黨你是挺柯文哲 你就說我二零二八全力挺柯文哲 對我很想幫他操盤 對嘛啊所以你看柯文哲 不一定要讓他操盤對不對 你藉由操盤的話把我幹掉 那怎麼怎麼划得來 可是柯文哲三個字沒有說出口 對啊 我希望能找到一個人還沒找到 你今天挺一個人 你難道會會有講說適合的人選嗎 對嘛一定不對嘛 所以你就跟你講說這個就幹話 而且我就覺得說你看聯手黃珊珊 二零二八年再轟轟烈烈打一仗 就還有黃珊珊在裡面 但我就跟你講說他們裡面現在微妙的感覺 就是說我今天一定要找一個人幫你顧 你不能讓你放大一下 他講完之後黃珊珊覺得不妥 馬上就補一句 那時候我們一起來 對嘛一起來就告訴你說我們一起來 那問題是黃珊珊是不是也借機一起來說 我也還不大想挺柯文哲 對不對 所以這個重辦經理可能就有一天就出現了 因為你柯文哲沒有舞台了嘛 我今天到底是要挺你柯文哲 不然你繼續挺 我當然是且看且走啊 搞不好你柯文哲的聲勢 從今天開始就一直往下掉 掉到都已經趴在地上了 我還幹嘛趴在這邊挺你 我可以取而代之嘛 所以這兩個人心裡面是不是都這樣想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那個柯文哲真的很好笑 他今天還在辦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那個共識營 四月共識營有沒有 他們是定期會舉辦這個共識營 問題是共識營還在 現在還在檢討 還在還在二零二四選戰檢討 對嘛 我就覺得很好笑 像哇哭啊 花多少錢了 阿北檢討出來啦 民進黨之前辦了好幾場親聯座談會 你知道黨公職的那個座談會 人家那個原因在哪裡都已經列出來 而且是公開講的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在補破網的那個活動 都已經出來了 開始在做了 他告訴你說青年入黨不是只有叫你來繳黨費 應該要讓我參與感嘛 對不對 而且告訴你說以前的方式都太過於老派 而且不能太依賴於那個動員有沒有 我大家都叫人動員幾天來 以後不能這樣 以後要讓人家自動自發有參與感的過來 而且更誇張你看我以前就講過說 民進黨真的是栽培人才有一套 國民黨也要學 我們以前在跑新聞 現在檯面上的很多立委有沒有 很多那個內閣官員有沒有 我們以前在跑新聞的時候他還是小助理 對 對 你看現在都做這麼大 所以他們這次就講說他們要成立一個類似 人力銀行的青年人才庫 那幹什麼 開始媒合跟地方的那些議員 立委去媒合去實習 對不對 所以一代一代的你看栽培起來之後 他們的人才就不會出現斷展 而且每個人有參與感之後 你覺得他們以後年輕人想要加入你民眾黨 還是想加入民眾黨之後被割草而已 等一下再講還是要加入民進黨 還是要加入你國民黨 對不對 好那你就講說現在他之前講說現在他 其實柯文哲人的腦袋裡面 就一直想要收割這些小草 我覺得這些小草來齁 你就是無怨無悔的支持我就對了 那你要幹什麼 我要栽培你什麼都不用說 我現在也沒有東西可以栽培你 也沒有 你就只要來聽我就好 你要造神 把我柯文哲當作神天天膜拜就好 我叫你捐錢你就捐錢 對 要假招三個香 要假敗 穿的都不用想 你看他現在竟然想要小草說變森林 你不覺得很扯嗎 不是變森林 這大家想太多了 之前他不是講說那個選舉 2026選舉要N加1有沒有 議員要勇敢的提有沒有 他現在告訴你百席議員千席里長 你不去找這麼多人 你現在那個賣療香掌那個補選 有沒有 你現在才說要去跑跑紅白鐵 你現在敢不扶 對不對 人家那個人才是早就已經在地方 說盤子好生了 你現在下去為了一個賣療香掌 你現在去跑紅白鐵 我說真的 人不會插你 對對 人家會覺得說你這種東西怎麼有可能 你到目前為止 你為了要選舉 你才來跟我說盤子 沒有用啦 對對他一直認為說 我只要催眠這些小草 這些小草就會 無怨無悔支持我 那你現在終於踢到鐵板 還想要百席議員千席里長 我跟你講根本就沒門 所以他還是把小草定位在就是說 你還是來挺我就好 其他的就扁談 然後